大家好,我是鬼異先生 歡迎來到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會定期講解世界各地的一些Case 包括已經破了的還是原而未破的 也會偶然分享鬼故和都市傳說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今集鬼異為大家講解的是 鬼異獨家調查的Case 香港仔,田蛙,安老遠,慘劇 今集主角是馬家 馬家是台山人 早年他因為父親的同鄉朋友 是婆羅乃建築公司的老闆 所以以往他一直在婆羅乃工作 擔任那間公司的建築公司 直到1960年 32歲的馬家因為一直僱著工作 賺錢而沒有成家 所以儲了不少錢的他回香港結婚 然後定居在本港 但就在婆羅乃工作 所以要在婆羅乃香港兩邊走 而去到了1961年年初 他老婆為他誕下一個兒子 一家三口住在香港仔 田蛙街香島道某號二樓的一間中間房 為了家庭團聚 他就在1961年 辭退了婆羅乃工作 然後在3月 他就在香港聯星建築公司工作 擔任香港仔王竹坑 田蛙安老苑的建築公地總管工 要管過百名工人 由於馬家為人相當和諱可親 從來都不會大聲甲莫地對待工人下屬 所以人緣甚佳 手下非常之服從 他的僱主也非常之上色他 正當事業家庭相得意的時候 他沒想到的是 他會遇到非來還禍 正如剛才所說 馬家一籍人緣都很好 所以在婆羅乃工作的時候 他跟當時余姓老闆幾個兒子都關係良好 包括他的拉仔余紹文 1960年的時候 25歲的余紹文來到香港讀書 在香港當時的一些中文書院就讀 1960年10月 他畢業後就短暫回了婆羅乃 然後他又回來香港 因為家裡有錢 而在香港一直無所事事 沒有工作 而馬家回香港工作之後 余紹文就經常來找他 兩個人一直相處都很愉快 到6月27日 余紹文更加去到馬家工作的地方 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對開的安勞院 地盤上找馬家 兩個人也好像朋友一樣交流 外人見到也覺得他們有情深厚 到了6月30日 余紹文下午開車再到地盤找馬家 馬家逆進朋友之兒 親自招呼他進寫字樓 兩個人在寫字樓裡聊了個多小時 就算馬家出去聽電話聽了半個多小時 余紹文也很有耐性地等他 其他工友 例如副管工梁炳 管仓張陽進過來 見到兩個人好像老朋友一樣 聊天聚舊 也很羨慕 之後余紹文問馬家 還有沒有事 沒事就陪他上樓走 於是兩個人就走上三樓 當時大多工人都在地下和二樓工作 只有甜餅在三樓的一角做事 突然工人聽到樓上傳來慘叫 有人同時高呼 你得罪我老爸 侮辱我老母 你說我是野仔 於是一眾工人就去到三樓查探 然後他們在三樓後面騎樓梯間 發現一個男子全身腥紅地倒餓在地下 奄奄一息 他們走近一看 才發現原來是他們的總管工馬家 這個時候余紹文突然在旁邊走出來 跟他們說 是我打死他的 你們不用怕 然後他就在旁邊的地下坐下 工人看到這樣就立即報警 警察到場後就立即拘捕余紹文 馬家被送到醫癒 但兩個小時後就不治 警察在現場找到一個鐵鎚 一把木尺 一個打火機 一個破爛算撲 一個藍色旅行袋 旅行袋裡有一盒朱古力 朱古力底下 就藏有一把鋒利的東洋短刀 旅行袋裡還有一件襲衣 一對襪 一條底褲 一件底衣 一個塑膠水壺 一搭軟膠袋 而被捕之後 余紹文向警方承認是他謀殺死者 他說27號距離地盤的時候是為了踩線 熟習環境 他說 我一心去殺死他 我想割了他的頭 把他的身體掉下去 頭就放進膠袋 用旅行袋裝著 如果沒有人見到我 我就出來 在我的車換衣 然後去澳門 當被問及詳細的情形的時候 他就向警方指 我用一柄新的徐仔 嘔打馬家 馬家曾經說過很多有關我家庭的事 說我是野仔 他為免警方不相信他 他再強調 我真的有殺死死者 因為死者惡毒地罵我是野仔 和說我爸爸和我哥哥 在南洋和本港都知道 所以我殺死他 我是無罪的 警方之後根據他的口供調查 確認空氣的確是被告在事發當日 在一間五金堡裡購買的 另一邊箱 法醫驗屍之後就發現 死者頭部、面部、胸部和右臂都有傷勢 死者面部下面有彎形傷口 三寸牆 面骨破裂 左邊的太陽穴頭骨破裂 有個大洞 老張日出 右壓的眼部也有傷口達到五寸 前後有胸骨傷痕 兩處 右臂有割傷傷痕 最長達三寸 法醫認為 傷勢可能有鐵錘造成 死因是腦震盪 和腦出血流血過多 這件事在10月初在高院審理 法庭上一眾工友和五金堡伙計說出上述的報告 而控方證人 精神病專家說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想像中 他會誤解他人的意思 以為其他人都在咒罵他 由於是這樣 所以他認為被告謀殺的動機可能是幻想出來的 但專家也指被告事發的時候神志極清醒 被告也知道他的行徑是法律所不用 但他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而去到被告作弓的時候 他跟其他犯人不同 一反常態 被告作弓的時候 就反駁控方的專家 他說自己並沒有患有精神病 他承認殺死死者 並且指出自己是早有預謀的 而他清楚明白自己將會受到法律制裁 但就說自己道德上沒錯 他重複說出 在警署提及的棄屍潛逃計劃 又說自己現在感覺很滿足 因為死者已經死去 而且世人已經知道他謀殺的動機 由於被告承認事發的時候 清醒和猶豫謀殺人 所以陪審團只是退庭商議了35分鐘之後 就判被告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依禮判處還手死刑 直到棄絕身亡為止 但陪審團就向法官求情 說被告有精神病 所以法官就轉交政府當局考慮 到了12月1日 港督接納行政局的意見 決定赦免被告的死刑 改判他終身監禁 這案件到此正式落幕 究竟真相是什麼呢? 究竟死者馬家有沒有說過被告家庭的行話呢? 有沒有說他是野仔私生子呢? 而如果有,被告又是否只是因為這樣 就用自己的命去冒險復仇呢? 還是被告真的有被害妄想 以為其他人用言語去傷害他 而錯誤殺人呢? 大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另外相信大家都有聽聞過 YouTube最近又收窄了這個審查的政策 影片裡面有粗口有血腥暴力內容就會黃標 即是減少收入 甚至紅標 完全沒有收入 但YouTube就會照賣廣告 所以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加入會月 或者Superfans支持一下 另外,鬼異也非常感謝以往有加入會員 或者Superfans的朋友 多謝你們一直的支持 沒有至於答案 您是否最強烈的 只會被咬出 你有所謂的